跟逻辑不一样 你可能写的不 反正最后结果就OK就好了 那我这边的话写法上 第一个 我是先建立一个变数 变数的话预设值是0 或者你可以打FORCE FORCE的话其实 基本上其实就是0 FORCE表示 预设值我就把它当不是值数 那当什么时候会变成值数 就是当它是什么 能够被其他数给整出 所以我用0 0跟FORCE最大的差别 应该打一个0比较快 OK 1的话是True 0跟1 一般的习惯 不管哪一种语言都一样 0的话表示FORCE 1的话表示True OK 所以这个基本逻辑大概都一样 像在VBA里面也是一样 那我的习惯就是 0表示不是 如果你记不起来 你干脆打个FORCE也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怎么样 让它input的一个整数 请输入一个整数吧 OK 那输入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丢到前面的变数 PROCE里面 然后呢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我们从 1跳过嘛 1一定会整出 2到 他自己本身的前一个 刚好Range前一个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PROCE加在这边 那他就会帮我跑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 假设输入53好了 那53就 1跳过2到52 2把他除除看 能不能整除 如果可以整除的话 那表示什么 他就不是 1的话就是 就是意思就是True啦 这个会不会 这个Result的这个变数 我的意思是说 会不会被其他数整除 预设只是不会 那这边就是已经被其他数整除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 不过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逻辑 你自己再改一下逻辑也没关系 那接下来的话就输出结果 如果Result 特别是喔 刚才你这边可以直接 写一个Result 其实他这个地方如果是True的话 那就执行这个 其实如果他1的话 也是执行这个 OK If 或者你可以 等于等于1也可以啦 这样写也可以 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写 他其实里面只要是True 或者是说1的话他一样会跑这边 Force会跑这边 有点像一个闸门 这个你是0的话 那你就跑下面 你是1的话你就跑上面 OK 不一样的方向 这个东西其实不写没关系 把它写好OK 那Printer 他已经能够被其他数整除了 那就表示不是直数 反直的话就是直数 所以这边直接执行一下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输入一个值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值 假设12的话 能不能被整出 那好像可以 那就是 不是直数 那如果我这输出什么 像刚刚53 Enter 是直数 一直类推啦 大概应该这个逻辑 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呢 城市能不能 再更简短一点点 有没有地方可以再更好 其实有个地方 高哥有没有看出来 破回圈有没有 他从2跑到他自己本身的前一个数字 才停止 可是问题 如果已经整除的话 比如说他可能假设是 我们输入 刚刚输入12好了 那其实到3的时候 没有 就已经整除了 可是问题这个range 他还会一直跑 4 5 6 7 8一直跑到11 才离开 对不对 所以显见 这个地方好像多跑了好几个回圈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如果要增加效率的话 应该要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对break break就是 离开吧 不要再跑了 因为你已经不是直数了 不是你就不用再找了 OK 所以特别说 但是呢 因为刚刚你有加跟没加 其实你完全不会有感觉 因为相差大概 千万分之一秒吧 因为现在电脑跑太快 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可是未来如果说你今天 是跑一个像通宝网那么大的 几兆 几十兆的data数量的话 那一定就有感觉 OK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但目前感觉不出来 不过如果说 正确应该是在这边加一个break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后面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更精简 因为你会发现 这边已经有一个逻辑判断 那为什么不干脆这边 就是一个break之后 马上就输出说 你不是直数了 然后 这个已经break之后 前面也许先 先跟他讲说 不是直数 对如果说我们要在精简写 可是应该这样好了 你就说 底下的话就输出结果 就不用再两重了 有没有 那这边的话就是最后直接就输出 这样不是再少一个逻辑判断 可是问题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break之后 他不会就接触了 他break之后 break 这个回圈 但是这个整个程式他还是会跑完 所以如果你今天假如写成这样的话 会有个问题 那15好了 enter是不是直数 不是直数 然后他后面又多一个什么 是直数 到底是不是直数 OK 问题是出在哪里 应该在这个地方就不是break 应该是什么 break指的是 跳离这个回圈 那我们会需要什么 另外 直接把程式结束了 下面的不要跑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OK 可是因为我目前还没讲到 如果你要把 这一个整个程式 直接到此为止停 下面不要执行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多学一个什么 多学一个那个 OS 所以这边可能你要import一个什么 OS OS应该 顾名思义啦 O的话应该是operation S就是system 不是那个什么常常听到的OS OS是什么意思 清理什么 是不是有murmur 还是什么 是不是 还是什么 想讲但是没讲 不过不是那意思 OS是说 我们要找到那个 operation 就是我们作业系统里面的一些相关操作的方式 那其中 特别之后你import这个OS之后 你可以把break改成什么 改成OS 点 它有个addist 所以你打个跳离 EX IT OK 你会发现你打 它会多一个底线 所以是前底线 前面多一个底线 那status 这边补一个零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不要反return东西就零 不要东西了 你就是直接把 这一段程式帮我直接就离开了 OK 特别说这个写法 这个写法意思是说 我城市下面就不用跑了 即便它有很多行我也不要再跑了 break是说跳里回圈 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恐怕你要注意一下 那么还试一下 刚刚他执行完这个还会执行这个 现在会不会呢 资金看一下 25 enter 有没有 不是直属 到此结束了 OK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 这个我主要就是 把刚刚加一个break 主要是for回圈跳里 如果说你要整个城市跳里的话 就是写成这样子 os 点 底线 as 刮弧 不要回传词 就零 这样的话程式就到此结束了 那如果你们 其实你们有如果学过 VBA的话 其实就道理跟那个 is this sub 差不多了 他里面 VBA里面 刚刚break 就是is this poor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不同的环境 可能你要不同的写的方法 OK 请各位试一下 那两个 我刚刚写的两个方法 都有把它补充到云端 所以如果你刚刚 比较记不起来的话 这个是第1个 刚刚写的第1种方法 第2种方法是精简的 写成这样子 然后两个 也许你可以参照一下 上面是我刚刚写的 下面是我改的 OK 请各位 找一下 应该找得到了 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我们这个章节是第3个章节 回圈 资料结构这边 你就往下会找一下 应该可以看 后面前往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 判断 是否为直数 我们一样用for 不过这一题的话 应该 好像用for回圈 应该比较OK 如果你用for回圈 好像 写起来 反而卡卡的 而且反而会写更多东西 并不恰当 OK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 试着用for回圈 加上逻辑判断 我们其实会多一个变数叫redout 预设值会给它零 零的话就是for 预示就是说 预设值它不是直数 底下就让它跑跑跑 当它能够被整除就把它改成 等于1就是它是直数了 是直数就break掉 break掉可能你还要在下面多做一个逻辑判 如果你不要break 你就直接跳离 直接输出它不是了 这程式离开的话 那就是 OS 点 ADS 就可以 这部分请各位 练习看看 这种部分的写 这种写法 蛮多地方可能将来都会用到 尤其你写一个游戏 类似也是这样 反正你就让人家玩 它 答对了 你就让它跳开了 底下程式不用跑 其实道理差异性不大